我們回來了 生日過得好玩嗎? 生日快樂好玩嗎? 生日有快樂嗎? 有快樂是不是? 沒有去哪裡玩? 你玩了什麼?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玩水啊? 有 有 居然歸了一個我不知道 我們有去球尺 球尺,對 玩得很開心喔 上面有 有省啊 有夠夠 可以在上面 有洞洞可以在下面 上面 上面就是 媽媽可以 哥哥有在上面 還有好多洞洞可以留下去喔 還有好多洞洞可以留下去喔 不會我們就是玩了這樣一整天 他只記得在球尺嗎? 我們有Snoopy啊 我記得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我們這次 每每生日 我們帶 帶他們到這個 桃園龍台 因為他也 比較近這樣子 然後他又是一個 新開的一個 親子 親子飯店 然後如果就是 想帶小朋友去親子飯店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 我覺得 蠻新的 還不錯 吃火鍋 我來吃麻辣鴛鴛鍋 這裡要外面真的是超級的 大量的蔬菜 你不會是因為想玩貼紙本嗎? 這麼明顯 棒棒棒 可可的 你不會想要吃那個吧 你想要吃嗎? 有一個開了 開了 我今天買了 大蛤蜊 剛開了 吃很飽滿 這湯吃起來會很好 鮮甜 嗯 你夾肉嗎? 你幫他吃 好啊 嗯 那我幫你注意蛤蜊 然後那個 這樣夾好 我先把它放過去 不然就會跑太爛 你可以先把這個碗 你這樣給他自己夾 先肉 蛤蜊 很新鮮耶 然後我們這次我們其實是趁 當然就是剛開 剛開 他們有去第一天剛開學嗎 隔天我們就 隔天有請假 因為就是第一 他剛開學的那個 房價也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再來人真的蠻少的 因為幾乎都是包廠 但是雖然他們 他們有泳池 他們有個五邊際泳池 五邊際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包廠 但那個水也真的很嫩 我們動用多少的關係 包全廠 到我們結束都沒有人來 呵呵 反正去看我們的影片 非常的好玩 我先把它夾起來 吃一個辣的肉 吃一個辣的肉 全下 然後 對阿 趕快下一下 然後小朋友玩到不想回來 總不能再多住一天 對阿 那我就說 還想再說 那我可以再多住個兩邊阿 我就說 嗯? 不用上學了嗎 喔 鮮 你吃哪一邊 你吃哪一邊 我都吃蛋餃 你有辣的可以吃 你幹嘛吃你的蛋餃 我吃的是辣的蛋餃 我從辣的那邊講 吃這個蛤蜊很好 嗯 好吃喔 這種天氣冷冷的就是要吃個火鍋 天氣冷到 我早上上來去上學的時候 我問他怎麼會冷 他說 對阿 他難得說會冷 通常他都說不會冷 所以 你要幫他 我準備個衛生衣關在 他在裡面 沒有啦 明天就變 就是 更緩暖一些 就更緩暖一些 不然那個 因為我們去真的是剛好 我說真的 情人節跟 情人節是星期二嘛 我跟你講真的 然後星期三也 星期三真的是 寒冷 寒冷喔 我寒 所以飯店那邊風滿大的 嗯 那個 桃園那邊都 風 比較 比較大 但我覺得他那邊就是 唯一比較 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那個 三溫暖 他是 男女分開 所以 那時候我們就女生一間嘛 男生一間就會 比較不適合一點 對 重點是兩個小朋友 他們沒辦法一起玩 嗯 要泡一下下 之後就想要起來 阿呦就很想要起來 我是想繼續啦 我在那邊烤箱裡面 坐得滿舒服 天氣好 等到天氣之後 天氣好話 他們去游泳 這樣子 幼兒子滿喜歡游泳 我現在想游泳 嗯 Yuna也喜歡游泳 五個中小 吹水乾了嗎 吹乾了嗎 吹乾了嗎 再吹一下 還是有點濕 夏天氣比較冷 好啦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 大家記得看我們出去玩的影片喔 蠻精彩的喔 掰掰